過了大概半年 他女兒打電話到社會局給我 那個年代也沒有手機什麼都沒有 他直接打電話到社會局找社會翻譯 然後找這位叔叔 就開始講他爸爸交代他的事情 那李青琳頭會有一點 也一感動也震撼 就覺得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情 爸爸說很謝謝你 很誠懇的翻譯 他就講很誠懇的翻譯 他是李正輝 高中就對龍孩子被歧視 感同身受 有一個真的在補習的成功高中的同學 每天的 routine 時間都一樣 他就會上了車 然後看到一個背著建宗書包的小孩子 然後跟著起松學校小孩在比水運 他很好奇 他看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到後來有一天他受不了 他就用講的 同學 你真的都聽不到 我就很生氣 我就邊比收音跟他講 對啊 我是起松學校保送建宗的 看到龍朋友因為懂了而眼神發亮 他知道這是他一生置業 他們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現場的市長現在在講什麼 現場的長官在講什麼 就是你原始要達到那個溝通的目的 在這個當下是完全全成功達到的 我都會很拼命做 很認真執著的做 那一旦決定了 我就絕不後悔的做 就是當初進到手語翻譯這個工作時 我從來沒有回頭看過 那一天記者在訪問的時候 說怎麼那麼厲害 我覺得有一點歧視手語翻譯 好像這個翻譯 這個手語翻譯不該有台大的人投入 好像這個手語翻譯這個工作不該有英文很好的人來做 他好像還是在社會的看待裡面還是一個 低階的住人的行業 那我心裡頭會有一點不高興 可是我不能表示出來 父親是您做小工 母親是家庭代工 沒當律師或法官賺大錢 父母遺憾難免 我小時候至少做過兩百種以上的手工 例如逢雨傘 做眼鏡 織網球拍 汽車零件 你大概想得到我們家沒有一樣沒有做 媽媽不會很正面的去提這件事 她唯一講的是說 你這樣探測怎麼不一樣 她很擔心的是 因為我開始做第一份正式的工作 是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手語翻譯委員 她是個約聘的人 卻媽媽偶爾就會唸的 說做人家老闆我們都不去照顧孩子 可是那個對你的心意會有點震撼 選舉和疫情記者會 電視小匡成為他的舞台 當越來越多人看見他的社會影響力 父母同感榮耀 老人家是很單純 因為沒唸過書 台語說 我的一位 一位學生長跟我比較親愛的 就只要有親戚朋友 看著電視打電話來 你看那你們iya會這樣 那ände說 阿venge沒人這樣都沒聲 你每天目睹我看 你每天目睹我看 那句話代表什麼 他已經100%肯認你目前的工作 gym 才可以 titrage hiding Hκ 我們